哈喽大家好我是爱旅行的巧克力 巧克力现在呢是位处于湖北N4的大峡谷 那今天呢准备去大峡谷看看 这边门票呢是131张票 包含了地缝还有七星寨两个景点 这会呢我们先去地缝看看吧 看着山上景色全部被云挡住了 我们现在位置呢是在这里 然后要坐大巴车到达云农地方入口 然后就会沿着这条 这这这这这一直在下面行走 行走到这个观光台 观光台然后这边有一个梯子 直接再走 手上来就回到景区 希望它的景色不会让我失望吧 明镜需要您的观看 这个地方整体来说 就是沿着实际上打了一条道 在这个峡谷里面走上一车 在这边呢还有一个垂直观光梯 看着外形类似于广州的小蛮腰 它的别名也取得这样 这边还在修建 被关闭起来了 进不去 现在呢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 直接往上攀爬 从这边的10梯上来呢 一共是999梯 上面标注的是那样子的 我也没去数啊 感觉是没有的 走吧 好吧 现在我们呢是已经从地方出来了 说实话 还是很失望的 因为它的景色真的谈不上眉 这两天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穿越过程中 看了很多眉景 产生了一些疲惫感 还有就是它这边人为的值得是太多了 失去了那种原生态气息 嗯 现在总体来说它的门票是20块钱 下面就 也谈不上不值吧 但 还是有点落差 显现的很美好 因为它毕竟是围景区啊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子 你说都已经到它面前了 这些景区你要是不来吧 好像又有点可惜 来了过后呢 又觉得好像这钱花的太冤枉了 反正怎么样都是会有后悔和失望的心情 不管了 就这样吧 看了看了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 不同的体验和心情 每天都在骑骑虎骑虎骑虎 好就这样 拜拜了 如果是你们 就是有去过类似的景区 再次路过这样的五位景区的时候 你们会顺道打一个卡吗